上海果然是台商进军大陆的兵家必争之地 尤其是餐饮市场 就拿早餐来说 蛋饼 豆浆 三明治 中西夹杂的菜色是台湾人熟悉的早餐选项 不过台湾的早餐经营模式 却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到上海去 租金高是其一 其二是当地的早餐都很便宜 打价格占也不是办法 所以台湾知名的早餐连锁店前进上海 根本就要改头换面 改打美式风格的汉堡店 而且持续开发新产品 保持新鲜感 其实台湾品牌移植大陆 如果能够提升质感 从店面包装开始做起 就连卖盐水机都能脱胎换骨 打造全新的面貌 汉堡肉在铁板上自自作响 和新鲜生菜夹进烘烤过的面包 浓郁花生酱画龙点睛 大又满足是美式餐厅 给人的第一印象 好 现在准备好 请你拍色咯 白兰地火焰一烧 牛肉油花逼出肉汁 再带上焦香 让舌尖体验不同层次 非常选 可以让你的视觉享受之外 还有你的味觉也可以享受到 这还可以点火 其实我刚刚很想尝一口 感觉一下这个 就是点火以后的那个牛肉 是什么感觉 圆墨装潢 墙壁涂鸦插画 服务身格子衬衫 这夹西部牛仔风美式餐厅 其实是台商的杰作 是一个迎向潮流积极转型的故事 不过这要从台湾人习惯的早餐 开始讲起 这是台湾人最熟悉的场景 但比豆浆 三明治 中西夹杂 丰富多样 可以讨好所有人的胃口 这家连锁企业 从桃园 杨美喜家 全台500家分店 2011年勇闯上海 花了9个月做试调 却发现经营上的盲点 这鞋在什么 鞋在东西路右啊 咸大饼和这个油条 还有咸姜 说白了就是一个实惠 上海民众偏好豆浆油条 瓷饭大饼 号称四大金刚 不管怎样都以低价取胜 如果在价格上做文章 会是一条恶性竞争的不归入 还不如另辟战场 早午餐的市场 尤其在上海经营 要承担这么高的租金 人事成本等等的一些费用 所以我们决定改变我们的策略 在美式餐厅这一块 其实这样的一个区块是空白的 台湾早餐店选择了 异国风味餐厅再次出发 从蛋饼豆浆到汉堡脆饼 消费均价一口气调为台湾的五倍 市场明显区隔 品牌焕然一新 台湾早午餐店到了大陆 整体升级变成了美式餐厅 那么菜色也要求是求变 每个月都要举办员工事事大会 所以住出压力非常大 这一次是配合定义主题 推出了章鱼汉堡 电影中超级大反派 优民飞船船长深海炎王 造型奇特令人印象深刻 主厨在酥脆的大章鱼上 再加想象力 让客人用餐时充满情境效果 我们只要把面包上盖盖起来 所以它是可以微微的挤压下去 经过我们这样子的切割 跟我们计算过的烹饪时间 它是可以很轻易的就把它咬断 章鱼非常新鲜 吃起来口感的话味道酸酸甜甜 非常有嚼劲 加勒比海盗的故事 家喻户晓的嘛 所以想推出这支汉堡 应该算是比较亲民的吧 同事评头论足 分数评比将成为菜色 能否端出台面的关键 味道 3分 你4分 你4分 那我给他3.5 我在试试的时候 都会站在消费者立场 理官啊 口感啊 甚至于未来的定价方面 我会比较在意的 在大陆开一间120到150瓶的餐厅 初期投资至少要台币1500到2000万 上海直营模式成熟后开放扎萌 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稳扎稳打 台湾为飘香到上海 不一定要完全复制台湾经验 用很多金属不锈钢 就是为了要提升这家店的质感 但是又会太冷 所以又是加了一些原木上去 蔬菜摆满整个柜台 新鲜一目了然 墙面上一整排酸料罐点缀 小自封设计却很跳动 卖的是台湾街边小吃鲜水鸡 拿出剪刀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一般跟顾客边剪边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叫我不要讲话 你剪刀的时候 对 可是你已经做很久了 你已经习惯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咖啡店 或者是一个奶茶铺 卖鸡卖得这么高大香 我们也是很惊讶 在台湾Alan端个大铁盘 脱步摊车就能做生意 到上海 住民小吃开始升级 虽然只有六瓶大 却有着出乎意料的时代感 这个时代在进步了 所以餐饮业的东西 我觉得小吃没有问题 你买的时候它是一个消费体验 大陆的鸡肉消费市场 规模世界排名第二 各式各样的吃法都不缺 但上海白领注重健康 咸水鸡降低咸度 避免过油 改用特制胡椒粉提味 我们的鸡肉搭配处在台湾 是很流行的吃饭 也比较健康一点 最近减肥的话适合吃点什么 你可以配点小黄瓜 芹菜这些 因为我们做的比较浓油酱 吃多一点 就是拌的辣什么都比较多 但是它这边就比较清淡一点 相信你吃好了 大家好 谢谢 来 休等了 谢谢 舍弃塑胶带 敢用精致纸袋 也是另一种形象提升 鲜水鸡对大陆民众相对陌生 反而更有发挥空间 我走比较健康的风格 先把这观念带过来 看可不可以先卡一个位子 推广到一个品牌的地位这样 台上细径大陆还是得入境随俗 面对庞大市场找到自身优势 才有可能颠覆传统 重新找到新的市场价值